好的確連日來都在探討這USB隨先碟當中所記載的一五零零 審慶金這代表的究竟是時間還是金錢 什麼其實柯文哲當天行前曝光 原來兩年前十一月一號 柯文哲從下午兩點鐘到五點左右 他都在地方來拜會里長 看起來似乎是沒有多餘時間和審慶金碰面 民眾當主席柯文哲的USB檔案裡頭記載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號一五零零 審慶金這有可能是雙方見面時間嗎 追查發現其實柯文哲當天下午 在大同區的活動中心和里長座談 時間點是下午兩點鐘左右 一場不公開行程 柯文哲穿著白襯衫戴口罩 現身國慶里屈民活動中心 當時還接受記者讀訪 柯文哲在時任民政局長藍士聰陪同下 與身兼大同區里長連儀會長的 蓬萊里里長何英輝等十多人碰面 活動中柯文哲神情輕鬆和大家有說有笑 氣氛折落 這場行程約三點結束後 柯文哲馬不停蹄 繼續在大同區拜會其他里長 下午三點半抵達另一處地點 與惠德除了藍士聰 還有大同區區長方越琦等人 大約半小時過後轉往中正區 直到約五點才結束行程 整個下午都沒見到省慶金身影 兩年前的11月1號那一天 幾大關鍵證人不怨而同都很低調 隨著柯文哲當天行程曝光 1500到底是時間還是金錢 整幾案件輪廓似乎越來越清晰 接著夏君晨黃新採訪報導